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缩型城市的说法 强调 收缩型城市要瘦身强体 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 收缩型城市似乎颠覆了人们 对城镇化70年的普遍认知 城市发展越来越大 怎么反倒收缩呢 根据首都经贸大学 吴康教授的研究 在660个样本城市中 发现有80个收缩型城市 占比是12% 这些城市2010年人口数据 少于10年前 而且连续三年人口都是负增长 另外有一位在英国 做访问学者的龙莹就发现 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 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 换句话说 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 办事处的人口处于流失状态 至于原因呢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收缩 比如甘肃的玉门 东北的安山等地 而边远较欠发达的城市呢 人口外出务工寻找机会 收缩也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呢 积极转型的城市 也有可能成为收缩型的城市 成立于城市群的乐山 自贡等城市 由食品纺织等轻工业 转向汽车制造 机械等重工业 但重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口 相对比较少 而像浙江义武等地 产业升级使得污染大 能耗大的企业牵触 劳动力也是随着离开了 纵观全球城市发展 面对收缩型城市 发展路径可以选择继续收缩 迎来改善城市环境的良机 把城市外围改造为 更多的公园和绿地 另一种是投资及升级拉动 依靠自身优势发展地产产业 打造影视 旅游等品牌 拉动城市的人气回升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7月15号被美国总统特朗普 定为美国制造日 在当天 白宫邀请了 来自全美50个州的制造商代表 展示美国产品 其中包括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生产的 萨德系统的发射台 也有亮相 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规定凡是美国制造的产品 在美国生产的部件占比 需要超过75% 钢铁产品则需要达到95% 在第三届美国制造产品展示会上 有代表美国50个州的产品 在白宫进行展示 而进入白宫之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代表马里兰州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萨德反导系统 特朗普还亲自进入 萨德反导系统发射台的 控制室进行参观 在现场白宫还展示了 田纳西州生产的越野自行车 俄亥俄州制造的房车 南卡罗兰纳州和堪萨斯州 生产的游艇 以及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 农业中枢灌溉系统等等 今天我能够认为 我们开始降到美国的 但更加加加强于 现时一位 产品是50%国畔 而且仍然数据成美国 再考慮一下 在幾個小時 我會簽了一個委員會 的規則 將會提升這些規則 至75%和超過 讓外國的食物 必須有75%美國 以及95% 例如石油和鐵 特朗普表示 自他上任後 美國新增了600多萬個工作崗位 工資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增速 通過歷史性的稅改和監管改革 以及貿易談判 美國政府正在讓買美國貨 雇佣美國人成為新標準 特朗普在講話中 還再次敦促國會民主黨 不要以政治目的阻礙國會 通過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 達成的貿易協議 鳳凰衛視 王冰如 王天一 美國白宮報導 而特朗普日前在推特表示 有四名少數族裔的國會議員 應該返回他們出生的國家 惹來了外界的抨擊 特朗普15號就回應說 不在乎自己的言論 被批評是種族主義 與此同時 美國多個城市展開 搜捕非法移民的行動 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動成功 特朗普當天在白宮出席活動時 回應他抨擊四名少數族裔 國會議員風波時強調 對美國感到不滿的人 可以立刻離開 四名被特朗普批評的 民主黨少數族裔女國會議員 當天召開記者會反擊 眾議員普雷斯利指責 特朗普的排外言論 針對的不止四名議員 而是所有少數族裔民眾 美國入境河海關執法局 最近幾天在芝加哥 洛杉磯 紐約和邁阿密等多個大城市 搜捕非法移民 特朗普形容14號的拘捕行動成功 而特朗普政府 關於移民的新法規 16號開始生效 途徑第三國進入美國南部邊境 尋求庇護的非法移民 將無法獲得庇護 須返回安全第三國尋求庇護 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 發表聲明表示 相信嚴謹的新法規 有助減低非法移民數字 但有民間組織在紐約示威 抗議當局地搜捕非法移民行動 和拘禁兒童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最近這些日子 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 可以說是擠炮齊發 一方面在美國各地搜捕非法移民 同時關於在南部邊境 跨境者的人是不許申請 在美國申請難民 這都開始已經生效了 那麼同時最猛烈的就是 同時他在上週末就在推特上開始 向民主黨的幾位少數族的女議員 發起猛攻 他這樣寫道 他說他們是原本來自世界上那些 最糟糕的腐敗無能的政府 所控制的國家 現在你們卻要來惡毒地攻擊美國 這個地球上最偉大和強大的國家 還有我們的政府 他說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去 把那些犯罪猖獗的 一團糟的國家你們自己去收拾收拾 那麼這四位女議員 有包括拉丁裔的女議員奧克爾特斯 還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女議員塔萊布 非洲裔女議員普雷斯利 還有索馬里的女議員奧馬爾 那麼這些女議員長期以來 當然他們當選這個議員不久 但是他一直是批評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所以特朗普這很不滿 對 那麼今天的 就是他在白宮 在舉行美國製造展 向媒體推崩會上 他又再次地重申 他說你們如果仇恨我們的國家 不幸福的話 你們可以回去 他一個小時之前 又把他這段話 又在他推特上推出來了 為什麼他還堅持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在推特上上週末發表了言論之後 招來了一些希拉里 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 說你說得很對 他們來自的國家 是一個很糟糕的政府 說這些移民呢 其實他們這幾個議員呢 四個議員當中啊 有三個都是出生在美國的 只有奧馬爾是小的 就是說作為難民跟父母來的 那麼這個佩洛西呢 就表示說 你說的讓美國更偉大 是讓白人更偉大 並且呢這個眾議院 可能想通過一個這個決議 來譴責他的種族主義 但特朗普呢 依舊他覺得自己這個領著脖子 覺得自己是這個很強大的 那麼這幾個議員呢 當然對他進行反擊 而與此相對應的呢 就是他又在這個白宮啊 舉行這個美國製造展 並且呢要簽訂法律 要把聯邦政府資助的 一些美國製造的企業呢 他的美國這個產品比例 美國零件的比例 要增加到75%以上 顯示出他的那種 一定要把美國 建設成美國人自己的國家 要叫愛國貨 用國貨 這就像幾十年前 一些發展中的國家一樣 來把自己打造成一個 這個愛國主義的這個總統 同時他為什麼大打移民牌呢 就是因為2016年的時候 他打移民牌呢取得成功 而且現在呢 雖然他的移民政策 遭受很多人的反對 但是他的民調呢 並沒怎麼下降 所以他這次還要再次的 來打這個移民牌 為了大選服務 好 看上另外一則新聞 星期二 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的負責人 亞歷山大米奇耶夫宣布說 俄羅斯向印度海軍交付的 兩艘新型號的護衛艦 將用本幣進行結算 這也包括五個營的S-400防空系統 雙方在當天正式地簽署了合同 那麼我們現在位於 亞歷山大米奇耶夫指出呢 根據向印度出售的S-400防空導彈的 五個營的裝備 以及俄羅斯最近準備向印度出售 兩手新型號護衛艦的這種 盧布和盧比結算的合同呢 將以本幣的方式進行換算 那麼米奇耶夫認為呢 2018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印度總理 莫迪簽署了一份 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的合同 預計呢首批S-400防空導彈 將於2020年10月份交付印度方面 那麼合同為五個營的防空系統 價值總共為50億美元 這批合同呢已經支付了定金的15% 那麼本金呢是以本幣的方式進行結算 盧布的匯率是超過了3300億的盧布 那麼印度也已經成為 僅次於中國和土耳其擁有S-400的 三個俄羅斯的外國的買家 鳳凰衛星 盧雨光 巴維爾 莫斯科 阿拉比諾的報導 這個美國呢一直成為全球最大的強國呀 而且呢在世界各國呢 它有自己的那種霸權 其中之一就是它的美元霸權 那麼現在在當前這個世界各國家 特別是新興的一些大國 提倡多元化的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呢 很多大國之間呢 雙方之間大的這種交易呢 都開始逐步地向這個本幣結算來轉化 這就是對抗美元的霸權 那麼這次呢俄羅斯和印度啊 這個軍備S-400導彈的移交呢 這個買賣的交易呢 是用這個本幣結算 用盧比和盧布 那麼想到這個中國和俄羅斯呢 其實早就在談論彼此之間呢 用這個本幣結算 但是去年年底的一個消息來說 俄羅斯方面可能特別積極的 普京也一再說 要推動這個本幣結算 但是去年年底呢消息說這個中國呢 和俄羅斯暫時推遲了 關於本幣結算的推進 而這個六月份呢 習近平主席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呢 兩國政府間又再次簽訂了協議 從現在開始呢 要開始推動這個兩國之間的這個貿易啊 要向本幣結算來進行過渡 實際上呢在俄羅斯和中國 最近幾年呢也進行一些 比較小規模的本幣結算 那麼由於這個俄羅斯的對外貿易 其實只有15%是和中國 40%以上呢是和歐元呢 是這個硬通貨是可以結算的 是流行硬通貨幣僅次於美元 那麼中國呢這個和 中國現在正好有15%的 這個黃金儲備在俄羅斯的央行 而這個現在在中俄貿易當中呢 用盧布結算的佔10% 而用人民幣結算佔15%到20%多一些 那麼雙方呢準備逐漸地 向這個更多的這個本幣結算來過渡 現在70%還是用這個美元來這個結算 所以說呢中俄兩國之間 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呢 一向重要的這個標誌就是 不斷地向這個互相之間 用盧布和人民幣結算發展 好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15號報導 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呢 維基解密的創始人阿桑奇 疑似在厄瓜多爾大使館 接受庇護期間收到黑客材料 涉嫌協助俄羅斯 干預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 與此前米勒通俄調查中的 懷疑是相吻合的 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 在厄瓜多爾駐英國大使館 接受外交庇護期間 一家來自西班牙的安全機構 協助大使館 對阿桑奇進行監控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目前獲取了數百份 來自這一公司的監控報告 報告顯示 阿桑奇在使館內 擁有不少特權 比如她的部分訪客 在進入使館時 不需要接受身份或安全檢查 她還可以從訪客記錄 刪除姓名 有時為了避開監控攝像頭 阿桑奇會在女廁所會見訪客 在2016年6月 正值美國總統選舉期間 民主黨宣布遭到黑客攻擊 並指控俄羅斯為罪魁禍首 同一時期 阿桑奇一個月接見了至少75名訪客 幾乎是平常的兩倍 其中至少7次會見數名俄羅斯公民 6月14號 阿桑奇與兩名德國黑客 會面數個小時 6月18號 一名喬裝的男子 向厄瓜多爾大使館遞送了一個包裹 4天後 6月22號 維基解密泄露了2000多份 民主黨的機密文件 這些文件揭露了民主黨高層偏愛希拉里 並破壞另一參選人桑德斯的機會 民主黨內部頓時陷入混亂 俄羅斯黑客其後再度聯繫維基解密 並表示 我保證你不會失望 10月7號 維基解密泄露了希拉里競選團隊的主席 波德斯塔的郵件 但阿桑奇多次否認 維基解密所洩露的信息來自俄羅斯 並稱如果當時取得了 10任候選人特朗普的負面信息 也同樣會選擇公佈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現在請看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標題新聞 休息一會再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阿桑奇嘗 阿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作备胎 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角逐2020当会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磨刀磨磨 16号轮番炮轰 要求韩国瑜先辞职再参选 近六成的高雄市民更反对他代职参选总统 请韩国瑜把高雄市长还给高雄市民 韩国瑜已决定代职参选 对于绿营批评充耳不闻 但他除了担任市长一职 又要打2020选战 蜡烛两头烧如何兼顾 韩国瑜已有定见 韩国瑜清楚做好本份工作 参选才有更多的正当性 但部分高雄市民不满韩国瑜 悔气承诺发动罢免 联署书已突破13万份 这也让韩国瑜的支持者深感不满 速度在街头上演对立 韩国瑜靠着超级铁粉 在初选中强势过关 但韩粉排他性强 吓跑中间和经济选民 不利韩国瑜拓展票员 也成为影响蓝军选情的两面阵 方黄卫视 彭世廷 杨文尚综合报道 随着国民党内民调的初选 韩国瑜胜出 应该说是作为国民党的 大选参选人 没有什么怀疑了 大选的态势进一步清晰了一些 可是还有很多模糊地带 最模糊的就是郭台铭 王金平还有柯文哲的态度 那么前几个小时 郭台铭的发言人已经说 郭台铭是不会脱党 那么王金平何去何从 还有柯文哲会不会杀出了 郭台铭来参加决逐 这现在还是模糊的 那么这个韩国瑜呢 他来就算是韩国瑜 直接只是对阵 蔡英文的话 他有多少胜算呢 这是很多人在担心的 有人甚至说 韩国瑜在国民党初选中获胜 是由民进党给他灌水 因为民进党的策略认为 这个韩国瑜代表国民党 来迎战绿营的话 他的胜算不高 这个二十多年来 这个台湾这个选举选战的经验 是这个专家经验丰富 这个技巧就是出神入化 技巧相当之高超 就是战略战术 相当之精密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韩国瑜就要小心地要注意了 这个联合报 算是这个蓝影的大报 对他提醒了几项忠告 大概有三点 一个是注意韩粉 现在就比较激进 非韩不投 同时也出现一些民粹 有些反制 那么会推开了其他选民 第二就是这个大选不是个人秀 虽然他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用个人的魅力赢得了高雄市 但是在整个领导人大选当中 他必须要团结各种 国民党内的这个来营的资源 还有呢就是你这个高雄怎么办 他这个说了 我的这个不会放弃高雄 甚至当时还说过 我可以把这个总统府搬到高雄来 这都是瞎说的了 但确实是呢 这个你就才几个月半年多 当了高雄市长 马上呢 自己的好像是半退半就的 就又想去参选这个大位 竞争大位呢 有些人呢还是有些担忧 你赢得初选 能不能赢得大选呢 还看看这个香港的新闻 周末在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 部分激进的示威者和警方 爆发冲突 其中呢 涉嫌咬断警员手指的男子呢 16号下午在沙田的裁判法院提堂 22岁的被告杜启华 报成学生 被警车押送到法院提讯 他被控四项控罪 包括两项蓄意伤人 一项袭警 及一项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 案情指 被告上星期天晚上 在新城市广场 有意图而非法及恶意伤害 高级警司梁子健 和真级警长梁企业 并袭击警员叶卓轩 裁判官将案件压后 至9月10号再讯 被告获准以1万港元保释 并需要定时向警署报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信报的投资版 发表了署名习广司的文章 题目是 政治风险升温 富人撤离加速 文章写道 港股和区内的股市 以及屡创新高的美股 都是背道而驰 某种程度上 或许反映出 本港的资金流向 那么如果港股是继续乏力 成交低迷 就可以基本上确定 港资正在出走了 外电早前报道说 香港还有新加坡的 一些私人银行家们 收到大量香港投资者们的讯问 这些香港的富人 正在担心 政治危机的长期影响 有一家主要的 香港财富管理公司透露说 最近几个星期 可以大量的新资金 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 一位香港私人银行家表示说 他们受到的讯问 大多数不是来自超级富豪 因为超级富豪 大多数都已经拥有 自己的资金目的地 那么这些富豪呢 是那些拥有1000万到2000万美元 资产的个人 文章写道 由于事件的复杂性 超越了正常人 可以估计的水准 高资产人士特别的惊恐 寻求资金出走 是保障身家财产的合理做法 而投资者们 一般对新加坡的兴趣在升温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新加坡的金管局就要求 他们的金融机构 不要因为发生在香港的市卫游行 而公开的贬损香港 他们表示说 新加坡金管局希望避免 给人留下这个国家 对香港趁火打劫的印象 好 最后呢 请您浪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